2021年12月7日下午 由何迅网联办集团主办 财经中国会承办 无良业作为特邀合作伙伴的 2021年财经中国年会 继第19届中国财经风云榜 以线上视频方式顺利召开 本届年会以2022进竹赋与强为主题 邀请到来自财经界、投资界、学术界等多位重量级嘉宾 共谋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何迅网董事长张之芳在大会致辞时表示 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 除了面对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的挑战 世界经济分化、全球化受阻以及气候变暖等等 他表示 从世界格局的塑造和驱动系统的演变来看 大国兴衰和财富变迁 深受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信息资本运作方式支配影响 并且当前信息资本已经主导了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 我国经济要赶上或者超过美国 信息技术将是一个重要标志 关于如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白春里给出了六大建议 一是鼓励自由探索 通过自由探索产出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原创性成果 二是高度重视数据积累对基础研究的推动作用 超前布局相关科研数据采集工程 三是有效发挥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 四是进一步完善基础研究绩效评价体系 五是紧紧围绕国家重大需求 优化组织模式推进创新主体协同合作 六是要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新时投资联合创始人杨玲 在金融机构如何支持企业换新的主题演讲时表示 资本市场融错率高 是企业创新的沃土 临近岁末 未来股市行情如何是众多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